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另一个关卡是艺人们要自己找队友 两个一组再从3000多只小熊中找到指定的小熊 并拍照才算是过关 有趣的是找寻队员时 秀卿姐先是找孙协志组队 却被拒绝 让她超级走心 而在节目尾声时 孙协志大爆料 徐梦哲在年轻时差点被请规则 而王仁甫更曾被邀约陪吃饭 对此秀卿姐子表示 自己还真的没有碰过这种事 一番话让孙协志搞笑直呼 她从出道就在前规则别人 有趣的互动让现场众人都小翻啦